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10月30号 明天是鬼节 川普 川普这故事呢 其实本身并不是川普的故事 是跟美国大选有关 而这个故事 我们将要跟大家讨论这个故事呢 是跟台湾跟中共国有关 那起因在那里 起因就是川普如果获选 这个对台湾的政策是什么 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老问题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 结果川普在最新的一次表达当中 我在今天的直播当中有提到 就是直播就是这个内容 那我在今日点击当中呢 想很简化的跟大家分享 包括我们在直播当中很多朋友的一些意见看法 我觉得很具有咱们现实的这个 三方 中国 中共国 台湾 美国人的各自的利益一方 和为什么这么做 那川普在跟罗根星期日的三个小时的这个交谈当中 被问到如果中共国入侵台湾的话 这个这个川普会怎么做 然后川普就明确就讲说呢 他将加税 他将来自于美国 来自于中共国的这个产品呢 增加150%到200的关税 就用用关税卡死他 就完了 那然后这个罗根其实可能又问呢 说如果 如果中共国真的武力进攻台湾 那美国是不是会武力保护台湾 川普回避了这个问题 就有关武力保护台 回避这个问题 但川普却说呢 台湾如果想让美国去保护的话 就你得付保护费 你得交钱 你必须对美国的付出呢 也同样做出一种酬劳 那在之前他早就说过类似的问题 在他作为总统的时候也提到过 那这个呢有很大争议 争议的原因就是人们固守说 那川普不尊重这个 美国跟台湾曾经在1980年81年 在里根的主持下所签署的一些条款 那那些保护条款 大概美台有六点保护协议 那他不是像美国台湾这种安全保护法 但是他起作用态度 所以认为呢川普在出卖台湾 很多人都这么讲 川普出卖台湾 那而川普对习近平态度呢 一直是说他是我好朋友 他是我好朋友 所以在罗根问川普 说你他会不会攻击 他如果他攻击台湾怎么办 然后川普就直接否认说 那不可能 他不会攻击台湾 因为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这样的言辞在西方社会 一直引起很大的一种不接受 就认为他有点胡来 出卖台湾的利益 那很多人也把台湾对比成 2019年当时的香港 说那香港就是川普当年出卖了香港 在香港那么如火如荼的 维护自己的民主自由的时候 那川普一直不说话 是 这故事是怎么 这整体故事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到了台湾的问题上呢 川普就一直在谈钱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可以从两点上说 我们可以引述另外一个说法 比如说 我们倒是说 说川普付钱 这个要求付保护费的问题 在台湾的比较有名的记者 石板明夫 那他是现在做自媒体了 那石板明夫就在推特上说呢 他说其实这个主意不错 说你们别想歪了 别想贪 这个川普必须要干嘛 他是个生意人 那美国人出钱出力 出人要保护台湾的话 那你说他为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要保护台湾 对不对 人说有条约 但是有条约也不是问题 但是呢 川普要钱 他认为呢 他说这实际上是个保障 他收保护费 他说收保护费就像 你买辆汽车开车 你买保险一样 你买了保险了 他就必须得干活啊 对不对 那他买了保险了吗 因为这是一个 欠着他商业信誉的问题 所以当时石板明夫就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 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也有些人不认可 不认可的关键 关键就是说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你不能用保单来说法 那认可他认为呢 就是这个东西就没那么复杂 这简单化了 对不对 那至于说美国政府 台湾政府将给美国人多少钱 那我们可以少讨论 所以那石板明夫引述的说法呢 就讲述了美军驻韩国的军队的基地 驻日本的军队基地 他提没提驻菲律宾没有说 但是那两国家的基地呢 很多是由当地政府 就是韩国政府跟美国 跟这个日本政府 涵盖了很多费用 并不是美军掏的 他说这个东西呢 就类似保护费一样 那有关提取保护费的问题 在北约的问题上 川普也有同样的观点 那他为什么一切都按钱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呢 这个川普就是生意人 唯利是途 一切按钱说话 没有朋友所言 那这里呢 台湾政府在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以为现在台湾政府 非常的清晰 非常的清晰 那台湾政府在今天 为什么今天回答了川普这个问题 是因为中共当局发表了一个声明 都是今天发生的 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去挑拨了一件 说你看 川普很可能当选 第一 中共认为川普会当选 说你台湾人也认为 川普可能会当选 但川普就是个生意人 他是美国第一 美国在线 美国第一 他不会在乎你台湾的 你要 所有台湾人要明白 他会把你抛弃的 那这是很明显的 中共的进行选举干预 因为他 这个选举干预呢 就牵扯到 川普对中共的政策 川普对台湾的政策 以及他的政治对手 对川普的政策 对这个台湾的政策 这里面有个信誉的问题 因为美国跟台湾 有六点的安全协议 所以信誉 这是诚信的问题 说你怎么能把诚信的问题 放在金钱的角度去考虑呢 所以那中共就很不费力的 利用了人家的表态 然后呢 以挑拨离间的方式 就说台湾你没戏了 你人家 川普肯定抛掉你 不要你了 你瞎掰了 对不对 后子他没说你回归祖国 他没说这话 结果台湾人 这个赖清德政府 我觉得真的很成熟 那他的平铺之数也非常厉害 他直接讲 发言人姓朱 他说这个东西没什么的 他说我们台湾大多数民众 非常清楚 川普要美国第一 川普要美国第一 什么意思 他没有责任让台湾人第一 中国第一 英国第一 没有 他只要美国第一 他在美国第一的基础上 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 同样是美国第一 这个能够确认这一点 很不得了 那他确认这一点 代表什么内在的含义呢 美国今天的美国 按照川普的竞选口号说 如果他赢不了 美国就不负存在了 如果川普赢不了 美国就不负存在了 他还上哪儿 顾及台湾 不台湾的 他今天是生死攸关 对不对 所以他生死攸关 也就是说 当他当选之后 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必须竭尽他的权力 去拯救美国 那拯救美国的含义在哪儿 今天的美国 没有能力再去折腾了 没有能力去打仗了 没有能力了 他有36万亿债务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美国就等着崩了 这36万亿债务还不了 那现在的川普的政策不是 川普的政策呢 不想让美国崩 所以他要保住这36亿债务 得还上 还上那得用钱还呀 用哪儿的钱呢 所以他的大的政策很简单 他在美国本土 针对美国公民 减免几乎所有的费用 甚至连这个所得税都要减免 他已经公布了 他已经在考虑减去 免掉美国公民的所得税 他把政府的开支的所有的财务的来源 全加在关税上 那加在关税上 任何产品进入美国都要施加关税 那就否定掉WTO 世界贸易 组织世界贸易的什么世界贸易共同体 全给否了 所有进入美国的产品都要可以关税 那他的意义在哪 他的意义就在于 美国人民只要他付出劳动 他就没有其他的政府负担 他最尽他自己的可能 能够获取自己的收入 而美国的消费市场 是全世界瞩目的 人们把产品进到美国 都是为了享受美国的消费市场 挣美元 挣美国人的钱 那川普就说 我的美国市场 你想让你进来 你必须先交一道税 对吧 你就要从我这儿过 留下买路去 那而美国人自己的产品 就可以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 自己的市场环境中消费 他从两头卡住 来刺激美国社会的复苏 而在刺激美国复苏的过程中 那他就会促成 遏制到美国36万亿税务 税务的再往上的增长 甚至加大税务 从外国人身上 英国人身上 美国人身上 日本人身上 中国人身上 收取这个关税 然后去还36万亿的债 那他就得把什么东西都得按钱算 那当然就包括保护费 那一个国家的保护费 比如说台湾的保护费 一年是多少钱 一百亿美元 我们就说这一百亿美元 一百亿美元 那是拿回来的是现金 那是明确拿回来的现金 对不对 然后我就回到国库 就把这个债务就消减了 因为政府在盈利 政府盈利就会抵掉债务 对不对 那就他是这么个算账 那这算账有毛病吗 其实这算账没有毛病 所以这是一个大 在我眼睛看 这是一个完全大的框架 那这个框架下 那今天有多少人能明白他的意思 这是个问题 而台湾人 我觉得赖清德是挺清楚的 所以他就提到说 美国第一 这是他的原则 那今天的台湾是一个棋子 那明天的台湾就可能成为棋子 这不是问题 这是命运 这是眼前看的 那我们会面对这一切 所以中共你也少来 少来这挑不离间的 那而台湾 而川普对台湾有另外一句话 就说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 那不是偷了美国芯片 对不对 你让我说就美国人笨 活该 这命运 命运就把芯片 到了台积电 那台积电 它确实是掐住了全世界的喉咙 未来的十年离不开台积电 那曾经在芯片业的最大的 就是大佬老大不可撼动的英特尔 今天都面临破产了 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在自己的 当然你说有点过分了 在自己的控制下 能够生产跟台积电相抗衡 所以美国只能把川普年代 就把台积电请到美国去建厂 日本也要把台积电 请到日本去建厂 德国也是这样 所以芯片不同于其他的 那台湾的台积电 它没有引外的 它是土生土长的 自己的一套做法 做成了 那做成了是里面 蕴含着东方人的智慧 东方人的思想 东方人的处理方式 而这个东西 还美国人没有 不具备 所以你想学也学不了 那也就变成了 今天的台积电 不就是真正的 美国国家利益吗 因为川普讲的时候 你把我东西偷了 那意思是什么 我也无可奈何 我没招了 所以中华民国的存在 就是美国国家 未来的根本利益之一 那他们要保护 美国国家利益 只能保护台湾 只能保护台积电 所以川普之前 讲那些话 对不对 有他的原因所在 但是呢 有一个最坑吉儿的 他自己也讲出来 中华民国 台湾的台积电 台湾的存在 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根本 因为台积电 是整个今天 人类社会 现代社会 未来发展的基础 谁也离不开它 全世界所有的芯片 90%在台积电生产的 在台湾生产的 你都不用说AI了 你就是天上飞的飞机 地下跑的火车 你手里开的汽车 你家里用的这个冰箱 用的所有的电子产品 苹果手机 对不对 你衣食住行 吃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切的基础 核心的部分 心脏的部分 大脑的部分 是在台积电 所以其实这是 我想说 其实台湾人要明白 他永远会保护 就是台湾今天 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